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差评太多 国子健到底怎么了? 连赵路斯都拯救不了 近几年来,市场当中越来越流行小说改编成电视剧 特别是一些自带流量的大IP小说 一旦被爆出要拍成电视剧,就会特别引人注目 从电视剧的选角,到剧情的改编甚至是场景的还原度都会成为粉丝关注的焦点 但是,小说影视化却出现两极化的效果 有的影视化效果非常好 甚至为援助又吸引了一波粉丝 比如前段时间频频上热搜的《你是我的荣耀》 但有的影视化效果却差评如潮 比如最近还在热播的国子健来了个女弟子 国子健来了个女弟子是由赵路斯、徐开诚领协主演的《古装甜剧》 讲述的是赵路斯扮演的大司马桑公的独女桑琪 各种想办法进入国子健以后 和青梅竹马的好友卓文远徐开诚是上演的一系列 提笑皆非的《古装爱情故事》 搞笑甜剧的噱头引发人们期待 但是电视剧播出以来口碑却惨不忍睹 豆瓣评分仅四分 观众纷纷吐槽 本来作为一部古装演情偶像剧 观众对演员的演技也不会太挑 只要演技过得去 演员颜值在线 人设讨喜 剧情符合逻辑 那么 作为一部下范甜剧让观众乐呵乐呵 观众也是买账的 从之前赵路斯另一部剧传闻中的 陈谦谦的大火就看得出来 那么 这部剧为何扑街这么厉害 连赵路斯都拯救不了呢 人们都说演技不够 颜值来错 赵路斯的颜值在95后的小花中 还是数一数二的 但是演什么角色都千篇一律 特别是傻白甜形象深入人心 只会撅嘴瞪眼表达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而男主徐开诚直接被朝颜值不够 气质不佳 破坏了大家对古装偶像剧男主的期望 观众们喜欢在闲暇时间刷刷剧 看看俊男静女仰仰眼 可是看到的却是演技不够 颜值也错不上 是你 你不糟心吗 其次整部剧剧情硬伤 不符合逻辑 各种BUG层出不穷 比如赵路斯跳舞的片段就被大家疯狂吐槽 认为他的舞技没有演绎出美轮美奂的感觉 反倒让人忍俊不禁 一部剧要想抓住观众的要求 最核心的是什么 是剧情啊 剧情拍摄符合逻辑 贴合人物人设 可有些情节真的是把观众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 这年头 大量作品参差不齐充斥在网络上 观众的喜好虽有不同 但是这剧的核心可不能丢 同时 也有观众认为演员的浮道画略显敷衍 看看男女主这简单的发型 在比如 男主追拿黑衣人的时候 无意中撞见女主在泡澡 女主大惊失色 赶紧披上了玉袍 那你 玉袍 不知道的还以为看的是一部现代剧呢 看剧虽然就涂个乐子 但是至少在浮道画上 场景上不能敷衍吧 不然观众看得正起劲 突然在古装剧中出现个不合时宜的现代装扮 是谁都会跳戏吧 其实 从观众的吐槽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家更喜欢怎样的电视剧 虽然这部小说影视化的效果不佳 但是相信制作团队会吸取经验 听听观众的心声 制作出受人欢迎的良心好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